11月9日 由陈兴旭、张静怡、林彦俊、陈兴宇、蔡宇航等主演的新剧《一剑清新》开播 找来一看 但第一集都看不下去 实在太难以忍受 《一剑清新》是一部民国偶像严情剧 号称将军阀混战 浪漫爱情 家国情怀等多种元素融为了一体 但其实是拍成了一部让人看到极度尴尬的顶级烂剧 故事发生在1926年 围绕一个少帅与一个财阀女儿展开 两人在一艘船上相遇 他们的相遇没有一剑清新 而是一见面就是男的把女的压在床上 尴尬的情节让观众一剑吐血 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少帅发现阿姆多姿的秘书是叛徒 秘书想用甜言蜜语哄一哄少帅 搞不颠 秘书又和少帅搂搂抱抱 一边诱惑少帅 一边准备拿武器干掉少帅 可怜的傻秘书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少帅是一个爵士高手 只见少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 用一块铁皮划伤了秘书的脖子 秘书就死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爵士武术 更惊喜的是 秘书被划伤了 也没怎么流血 连地上都没血 是的 你没看错 秘书脖子上出现的是用窗壳贴 都能止血的一道口 但秘书就是死了 导演安排的 演员也没办法 因为门牌号码松动 财阀女进错了房间 发现少帅杀了人 少帅就将财阀女给抓了起来 服务员听到房间里面有响声便冲了进来 少帅将财阀女扑倒在床上 让服务员滚出去 然后服务员就滚了出去 后来 传靠暗了 少帅为了防止杀人的信息被泄露出去 少帅就用手铐把他和财阀女靠在了一起 他带着财阀女住进了酒店 一进房门就发生了争执 然后 就是少帅和财阀女两人不小心摔倒在床上 少帅又习惯性超自然地压在了财阀女的身上 也就是看到了这里 就已经受不了了 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没能撑过半集 一件清新的故事剧情无趣 无聊且烂俗 别以为打着偶像剧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勿问 给今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这些东西 就需要问战 书点栏目的 也就是买在几乎点栏目的 甘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